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下午出门去买东西 开车在那十多口那儿 那个地方都我很少去 半年能走一回 大家等灯嘛 边上一个SUV 然后那人就敲窗户 我也不认识人家 一看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女的在那就把窗户摇下来 人家摇下来 我就摇下来 是涛哥嘛 年龄看起来 人家表面年龄看起来似乎比我都大 是涛哥嘛 一听是天津人 哎呀就说 他那共产党 人家天津人骂人就不想 共产党那些王八蛋什么事 哎呀 涛哥 哎呀真是如何如何如何 天天看的节目 我个人挺感触的 感触的意思就是 那是等红绿灯 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人 大家是同班同学 你说你在一个城市里住了三四十年 你有多少机会能在餐馆里 或者是红绿灯那儿 能碰上同班同学 太难了 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想碰都碰不到面 但一直住在一个城市里 对吧 我说的是我说的是这么个感触这么个道理 那很感谢朋友们能够能够接受 我也跟人家说 我说非常感谢你 还能能够接受我说的 他说哎呀 他也太能接受了 这共产党就等灯这功夫就把共产党骂了 用天津话去骂 这是我个人蛮感激的 就是说感激的意思就是说 节目做怎么样呢 肯定是代表了一部分相当朋友们 内在的心声 对中共的愤恨 而大家可以在这种环境下随意嚷出来 也是今天中共就他的命运到了这一份 那命运到了这一份呢 正好我去那个那个地方 它就像那种 都是连摊的 我也很少去那地方 结果突然一间开茶馆 台湾人开的 人就台湾人开的蛮有点情调了 现在开茶馆不是当年我在北京 府城门府城门那一带 其实有很多茶馆 北京原来最早开茶馆的 91年啊 91年 91年是90年 第安门卖茶的 那个那个后来当时登了新闻了 因为那时候饭 大家都吃饭 哪有开茶馆的呀 在第安门大街 那现在应该都没了 现在咱就不知道了 那后来曾经在北京城流行开茶馆 那后来开成什么样 咱离开时间太长了 那这家开的呢 就在一个很闹市的 就说很现代的 很潮流的环境中 他开了个小铺很小 那也就有六平米 开了个茶馆 我说他怎么还开个茶馆 人家开了一年多了 咱们不知道 根本很少去 台湾人开 那不便宜 那东西卖都是一个壶 他卖几百块钱 真不便宜 卖几百块钱 那茶壶什么样的都有 他说 我说你这 他说我不进中国的 不进大陆的 只进日本跟台湾的 哦 后来我说你卖茶 他说台湾茶 我说台湾茶里头很多被大陆给毁了 他说你知道 大陆的茶进到台湾 用了台湾的牌子 两个茶混卖 台湾茶绝对不用化肥 不用农药 大陆的茶必须用农药 全毁了台湾的牌子 里头馅儿不一样 有期节目我埋态那个 我说那个深圳 竟是说 说女孩子能够修成处女似的 大街大把路上 大电杆上 做这广告 一样 我说那 我这台湾茶跟那个不一样 什么这呢 我说那谁知道 对吧 埋洞顶的到处都是洞顶的 结果从地下室里拿出来 我说不是埋态 我就说 这个东西 你包着很难 很难分辨了 你说我是真的 他是真的 谁是真的 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出来的大陆人 很多人他只要挣了钱 都很多人都是干着 类似的事情 网上一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国泰民正式宣布参选台湾的总统大选 他挺逗的 他挺逗的 他是星期三 昨天宣布大选 下午到了国民党领取了荣誉状之后 在致辞时正式表态参选总统 那在此之前有人一直问他 他一直不说 一直不说 而星期三 他说会参加初选 不愿意接受征召 那他是有钱人 iPhone的手机 大多部分都是在他厂子里组装 他在美国也有厂子 在中国有厂子 在台湾有厂 在加弹 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厂子 他的集中的概念是跟手机有关 其实在此之前 包括什么黑妹啊 很多手机都跟他的组装厂有关 所以他是有钱人 有50年党领的郭台铭 曾经因为没有办理党员登记 而被质疑是否能够初选 星期三 国民党的主席在中常会后 颁发给荣誉壮 他按规定交纳了党费 所以解决了资格问题 白手起家 74年成立海红公司 成为世界级的 2018年财富杂志中 500大公司中 他排第24位 说他很霸气 很有魅力 大手笔文明 那其实美国之音的报道里头 他就缺了关键的话 所以我跟你说 在我眼睛里很多大中文媒体 就是面对普通人的讲 他根本就失去 他会写字的 可能文章在很多人的眼睛里 认为不错 但是往往丢掉最关键的地方 郭台铭去了马祖庙 拜了马祖 然后回来他说 出来他说 马祖让他竞选总统的 就这个通篇文章里 就没这句话 这是关键 一个人 是不该借助神明 去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 这句话 可类似习近平的 我将无我 当我自当头的时候 你对无我的亵渎 台湾外长 我们不会向霸凌低头 现在的台湾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所以那有钱人出来代表国民党竞选 那是要夺回 夺回国民党要夺回这个天下 那民进党呢 会怎么样 咱不知道 但是民进党确实 他赖清德在如果真出选的话 从民意的角度来讲 他是最高位的 那郭台铭初选 会不会压住这个赖清德 那咱们不知道 其实在我眼睛里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现在看到 其实我眼睛是个过程 在这一年来 将会发生什么 4月15号 4月15号是胡耀邦 是胡耀邦死的30周年的忌日 在忌日这一天 巴黎圣院着火 烧掉了共产党的洗脑的鼻祖之一 雨果的代表作品 代表动 有朋友说 涛哥你这弯绕的有点大 一点不大 你只要在生命角度上 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关联 在生命的角度上超越了时间 而时间却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中共崩溃的真相 总书记死的忌日 而成为了敏感词 却在包括总书记在内 他 那胡耀邦总书记在内 他在年幼时被洗脑的东西 就是雨果 而他也死了 给烧毁了 而这场大火到现在烧得很蹊跷 有人说是人放的 有人说是因为上头施工 可是他着火的时间是晚上6点50分 那个人都下班了 那不应该有人 到底怎么着呢 所以我说是天火 天火烧毁了所有不属于神的地方 因为雨果是反神的 结果设计师却尊重雨果的精神 你说那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我说 至于说后面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你明天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打嗝 对不对 那只能按照现在的角度去推断 台湾外长在昨天推文上说 美国台湾在台协会纪念 台湾关系法40年之际 中共派了24架飞机 5条船在台湾附近演习 模拟攻击台湾南部和东南部 我们不会向霸凌低头 其实也就在同时间 美国宣布对台湾5亿美元的军售 在推文中具体说出 共军在15号出动的飞机 跟舰值的数量 而在此之前 只是提到相关的数量 没有处于到资讯的来源 台湾外长可以讲的这么细致的话 一定是有他的来处 对吧 那不能像数苍蝇似的 那么数可能性不大 那不好数 但是他既然知道来处 既然知道哪来哪去 既然知道怎么样 其实台湾在透露一个 外长透露一个更大的概念 就是共军的任何演习 都在中华民国的监控之中 它里头是这含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